她的身高不如你吧 特别 差别也不大 她没有你的权重 没有你的权快 没问题 肯定能赢 一只手都可以赢 我个人觉得 我可能体能算比较好的 但是呢 如果自己心态不好 内耗也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就不要慌 不要把这个优势变成一个劣势 不要太消耗 王晨一 后手的击斧 先把自己的身位降下来 再次击斧 王晨一这场比赛 是选择了压低身位 去击打对方的腹部 李璐修左侧的一次摇傻 再次的连续直拳 王晨一后手拳打动 漂亮摇傻 但是面对李璐修的 连续的四拳被击中 看这是李璐修的前冲 连续的三拳 王晨一的后手拳 李璐修多开后手 直拳再次击中 刚刚就开始换拳了 准确地来讲 王晨一的拳 更准确地命中的对手 李璐修开始暴击 王晨一从腋下躲开 摇晒后手的一次击头 非常漂亮 也很高级的一个动作 我第一个想说的是感动 就是他们在场上打比赛的时候 我真的我那鸡皮疙瘩 一阵一阵的 他们真的就是全力以赴 然后打出自己的力量跟勇气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真的就是不服输的那种精神 加油